这是7月1号上午11点多 由天河核心舱节点舱内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航天员聂海胜受拿轨训练 舱外航天服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航天器 是航天员出舱活动的重要工具 结构精密复杂 很仔细 镜头转过来 我们看到航天服头盔里的刘伯明汤红波 在节点舱狭窄的空间内 两个人的航空间 因为航天员多上有一些行动不便 而且神奇的时候它也探身出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个出舱口箭头 辅助的开舱门机构 也是一个螺旋的结构 通过它一下旋 开舱门打开正常 很精细的 所以说我们有一步的 舱门把握上会把它结构破坏 它就失去它的作用 所以说 给舱门照上保护照 在地面 经过了大量的这种水槽实验 这种水槽的水槽实验 还有一只脚 公主长你可以把脚纤维器给松手了 这是纤维器已经出来了 先把脚纤维器推出来了 对 这已经半身出舱了 对 哇 它外面太漂亮了 很漂亮 很漂亮 这是贵当龙学顶一栏脚纤维器安上了 舱外电动工具电池盖是否出于锁闭状态 它们出去的时候还要带上电动工具 它这个地方还有好多细节没有呈现 现在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刘伯明就已经整个 可以给它的这个可以看它腰间有一个明星的动作牌 在它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安装的那个一个电动工具是 就是也不能让设备的这种飘出去 飘出去 所以说始终要保持安全系统在一个挂钩上的状态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刘伯明在舱外就始终是一个横向 就跟这个舱外航天器是平行的这样的 对是一个平行的 但是对 素料抓好环形复维器 这个曙光也是一个非常能够的 我们当时我俩配合了 蜀光二港 我当时是蜀光二港 配合了当时的那个 中国的第一次的手控教会队接 没有看到满天繁星 的确是非常一个壮美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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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